少少爷,你只顾着救李俏的家人,似乎没考虑过伤纵海啊。 你要是能除掉他,也不会等到今天。 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,你和你爸还真是同样的目中无人。 据说,你的目的? 也好,速战速决,倒也省缺不少时间。 年轻人,把李俏交给我,我就放了那七条人命。 你在做梦? 那该如何是好啊。 你们毁了我的儿子,又让柴尔曼家族蒙羞,占尽了便宜。 也该让我讨个功道才对。 老爷,机场那边情况怎么样了? 大王储和商事家主在途中遭遇了车祸,现场已经被封锁,但救护车进不去。 这么严重啊。 机场高速七辆车连环相撞,应急通道也已经被堵死,短时间内很难实施救援。 怎么不派直升机过去啊? 那笔各大医院的救援直升机临时被征用,全都不在本事。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,师爷命言。 英帝大王储被帕马商事家主牵连致死,恐怕两国要大动干戈了。 啊,从来听闻老公就心狠手辣,你倒是没有辱没这个形容。 这算什么心狠手辣? 成大事者必有取舍,心不狠,如何成事? 你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,不如想办法赶去机场,或许还能和你父亲见上最后一面。 另一边,黎翘的万表程序,报警信号不断加强,伤愈的体征波动很大,不论是心跳还是其他指数,都指向了一个可能,他的狂躁症发作了。 斟酌再三,还是给苏默氏打了个电话。 位置。 刚进球看路,马上进廖山。 车上有没有镇惊剂? 有,镇惊剂和麻醉,部分应急药品我都带了。 小心点,廖山有趣被武装,等三哥到了你们再进去。 放心,等你过来。 挂断电话,黎翘再次踩下油门,直奔内比长交使局。 这一夜,各方势力异动频繁,距离缅国最近的文西岛三十艘游艇连夜出海,边境贫民窟不断有车辆驶出。 内比首都机场前脚刚送走不少政客,当晚又迎来多架民航客机和私人飞机。 时间来到晚八点,几架直升机在机场上空盘旋。 由于机场高速路段堵死,车辆难以移动,进程方向只能依靠飞行工具。 八点二时,三架直升机从机场出发。 中途临时停靠在某座商务楼的顶层,而后便朝着廖山进行。 与此同时,军备区附近,几辆车依次停在商务的背后。 车门打开,赫琛、宗战、靳荣等人鱼贯而出。